自觉化分析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可以很快的让我们去看到一些现象 第二它可以例如说互动式 例如说我想要看2021年 你看单独看2021年 这张图是不是就换了 你有没有看到其实1月到12月 它是有慢慢的趋势成长 那2月为什么最低也不难去想象 2月本来 你们知道2月为什么要只有28天 不知道吧 对不对 去查Google也不要问我 我也不知道 可是通常我们会遇到过年 对不对 好 那所以相对的2月最低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那为什么天气就是说那个 反正就是年底为什么反而 会从12掉到这个地方 12月掉到1月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 这是不是就值得我们来去询问 再来其实我最关键的就是五六七三个月 它的它的一个进口需求 它是持续成长的 而且这个成长可能真的就超过了10% 这边是五五千四五千四百万五千五百万五千八百万 可以了解吗 我的意思是说它光是单月它的成长可能就超过了10% 好 那这提问给你们参考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互动 第二个互动是第三 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做比较分析 这是这套软件很棒的地方 那而且只需要做简单几个设定 好了